昨天那场战斗呀 我是忍一时越想越亏 退一步越想越气 万万没想到 迪主里还真的跟古龙联手 一起向我发起进攻 如果不是在关键时刻 研究出红莲哥斯拉将迪主里吓跑 恐怕大家就看不到这期视频咯 那么他的所作所为 我也不能坐视不理 本来我们之间是存在合作关系的 既然他已经翻脸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这些都是他自找的 助理 带上我们的第三代瞎子龙 有多少带多少 我要让迪主里吃不了兜着走 这次非要和迪主里来个了结 可恶 那灰小子 总能在关键时刻研究出变态生物 这次的行动已经让古龙一派陨落 灰小子肯定也不会放过我 也该出去躲一阵子了 想躲 你还没问问我答不答应呢 什么 他竟然来得这么快 看来这场战斗 是逃不过去了 所有恐龙听令 不惜一切代价 将他给我拦住 不自量力 就你那些霸王龙 能有什么作为 一群垃圾 一群垃圾 他又跑了 追猫 算了 又不是头一次了 他若想跑 我拦都拦不住 白费力气 助理 安排工作人员 把迪主里的基地打扫打扫 这白给的基地不要白不要呀 正好能扩建一下公园 灰哥灰哥 卡克博士 匆匆忙忙的赶来 说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说 你快去看看吧 能让博士来的事情 这来头不小啊 卡特博士这次前来 向我打听了巨型哥斯拉的消息 他说 前段时间的那只哥斯拉 惊动了生活在海底的史前生物 现在已经有部分生物 慢慢的向前海区移动了 博士知道这些的原因 是因为在昨天 意外的在一片海域 发现了恐恶 恐恶 咬和力极为惊人 能够和霸王龙相媲美 也算是史前生物里 食物链顶端的存在了吧 和苍龙的实力 五五开 这群从不露面的生物 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博士的猜测是 可能是因为 哥斯拉这种巨型生物的出没 让他们感到了害怕 所以才出现在了前海区域 那么 博士来的目的 就是让我去哥斯拉出现的地方 碰碰运气 看看还能不能发现点别的生物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出发 就是这里了 哥总呀 你也算是我的老朋友了 希望你的威慑力 能给点力 让我真能发现点什么 那里是什么东西 我去 等会儿 这些是 美人鱼 我里的去 还真发现了奇特生物 多谢哥总保佣啊 太客气了 美人鱼 是生活在深海区域的生物 跑到这里来 肯定是因为哥斯拉的原因 助理 先救下他们带回基地 然后慢慢的了解情况 可不能让狄鱼里发现了他们呀 不然 是死是活就不一定了 经过卡特博士的推断 了解了大概情况 他们应该是因为哥斯拉的出现 导致美人鱼在深海中的生活区 遭到了破坏 所以才会跳到前海区域 果然是漂亮呀 虽然听说已久 但是头一次见到活物 还真是惊叹不已 被我发现是你们的万幸 我可不像那李鲁里啊 要是他将你们抓走 恐怕你们现在已经进实验室了 先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吧 我这条件待遇也还是可以的 有知有何还有得住 更重要的是安全 行了 你们好好待着吧 我去送一下卡特博士 哎呀 总算是能清静几天了 等等 这不是吴博士的飞机吗 他怎么会来到这里 可恶 灰小子又害我被吴博士骂了 博士告诉我说 他发现哥斯拉出现的附近海域 好像有些异常 让我亲自去探个究竟 难道又有什么变异生物